好像很多人催这个MT-7987芯片 如果说真话 MT-7987相对于MT-7986是降级 并不是升级 我们直接看联发科官网 这两个页面是英文的 我这边先给大家翻译一下 用网页自带的谷歌翻译 这个联发科Felogic 850的主芯片就是MT-7987 而这边Felogic 830的主芯片就是MT-7986 我们看一下它们的描述区别 首先我们就看第一句话 这是联发科官方对它的定位 MT-7987定位是经济实惠的主流双频WiFi 7平台 注意这个是经济实惠 MT-7986第一句话 高端WiFi 6,6E路由器SoC 注意它是高端 这两个定位 可能有人说是不是谷歌翻译的不准 我们把这个英文显示出来 看看它原文怎么说的 我们看一下Cost Effective 成本低收效大的核算的 换句话说这个芯片更注重于性价比 然后我们再看这边 Premium ADJ形容词 优质的昂贵的价格更高的 说明谷歌翻译是没问题的 优质的昂贵的不就是高端吗 然后这边是性价比高的 不就是这种经济实惠的吗 经济实惠的对不对 这翻译是没问题的 所以从官方的定位上 MT-7987它就并不是高端的产品 然后我们看下面的详细参数 SOC特征 四核A53 主频两击赫兹 MT-7986也是一样的 这边翻译的不对 A53 四核 两击赫兹 是一样的吧 处理器部分是一样的 然后它这里又多了一个MPU 这里有一个MPU单元 但是它下面的描述啊 它下面的描述和这里是一样的 这是WiFi卸载 就是它的硬件加速 它的有线肯定是有硬件加速的 所以它就没有提 然后后面就是重点来了 表面上看是从WiFi6升级到WiFi7 但实际上是一个缩水 首先WiFi频段 它这套方案 它只是2.4G和5G 并没有像MT-7986一样 支持6GHz 虽然说国内用不了6G 但它这个主芯片本身是支持6G赫兹的 然后天线部分大缩水 2.4G只有2T22 就是两根天线 然后两条空间流 然后这边呢 MT-7986是什么呢 4T4R 就是四根天线 四条空间流 缩了一半 然后5G赫兹虽然说没有缩一半 但是也降到了入门级的标准 就是联发科的5GWiFi入门级的标准 就是3T32 两条空间流 联发科的4T4R才是它的中高端 WiFi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时间节点到了WiFi期 技术协议更新到了WiFi期 但是从天线规格和数据流来看 以及它这个总速率来看 它是缩水的 它这里只有3.6G 而MT-7986是6GHz打底 就是我见过的MT-7986 目前所有的机器最低是AX6000 没有比这个低的 如果把6GHz带上的话 它是7.8G 就是三频总速率是7.8G 然后还有接口 这边是5GHzHSGMI 这个看上去是不是支持5G口 不像这个MT-7986 只有两个HSGMI HSGMI是什么 这里2.5G HSGMI 只有两个 就是它支持两个2.5G网口 然后这边呢 它是5G 看上去是不是更高一级了 但实际上 实际上它的5G 也是两个2.5G网口 就是目前我没有看过 这个机器出来的速度 大于2.5G的 我目前看过的最高速度 还是2.5G 下面实测 首先测它的网速 比如说它不是有5G HSGMI 我看市面上也有一些 拿这个做万兆路游戏的 我们看看它到底能跑什么速度 几个网口加起来 能不能跑到5G 后面再看一下它WiFi穿墙 它这个WiFi7 有没有AX6000上的WiFi6信号好 这台AC5带万兆SFP加口 我用网线接单个设备 是能跑满2.5G的 我再接一根线 两个设备一起跑 手机的速度慢慢跑上去了 电脑的速度却下降了 看起来它的网口速度瓶颈是2.5G 进入它的后台 确认SFP加口的速度是10G 为了排除系统硬件加速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CPU占用 单个设备能跑接近2500Mbps 此时CPU的占用很低 我们再看看两个设备的情况 手机跑起来之后 左边的电脑速度立马下降了 它们的总速度大约还是2500Mbps 我们再换iStore OS官网的固件试试看 刷机非常简单 直接在后台提交升级即可 SFP加口正确识别了10G 再次测速还是一样的问题 两个设备的总速度2500Mbps左右 CPU基本没占用 看来它的网口瓶颈还是2.5G 关于WiFi 目前只上市了一个小路由器MT3600BE 所以只能测它了 它的无线射频芯片是MT7976CN 与MT7981B的方案相同 我们直接看测试结果 它的待机功耗是4.7W 比T23000高一些 T23000的处理器是MT7981B 我的手机是WiFi7的 所以它的A点速度比T23000快一些 B点下行弱一些 理论上B点不应该慢 我担心环境有差异 右侧了T23000的B点下行 确实跑1500以上 上行方面MT3600更好 包括后面的点位 最下面的这个雷科N60 Pro 它用的就是MT7986的芯片 我当时测速的时候 雷科原厂系统连硬件加速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只参考第三方系统的数据 它的低点和一点速度明显更好 但是没有外置功放 所以相对于其他4天线的路由器稍微差一些 总结 这颗芯片主要的升级是 技术协议从WiFi6升级到WiFi7 但是WiFi进行了大缩水 从4条天线硬生生砍掉了两条天线 虽然5G Wi-Fi保留了三条天线 但是只有两个数据流 总体上来说WiFi是缩水的 如果是我 我宁愿选择4条天线的WiFi6 不选择两条天线的WiFi7